竹山秀船医院日前举行蓝头县民间乡竹委社区发展协会附件器材捐赠仪式 让长者能够在在地资源有专业的附件设施设备 提供完善的附件治疗服务 仪式的当天嘉宾云基 县院林如阳、沈树珍、有浩也亲自到场关心 今天非常感谢竹山秀船医院捐布两台运力仪器 给我们竹委社区这边给长者在用 那相信这两部仪器后续对长者一些健康的促进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看到很多的据点都是我们的妇女长辈比较多 那我们男性的长辈其实很奇怪就比较少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老了还继续在劳动 还是他们宅在家不出来 我就希望更多的男性的长辈 能够跟我们女性的这个婆婆妈妈一样 勇于到社区里面来学习来成长 来延缓失智来延缓失能 此次捐赠给社区的两台激力训练设备 是附件等级的等数激力增强1 和全身五重力律动1 借油器材的辅助 对年长的长辈和行动不便民众的上至下至激力训练和维持都很有帮助 这个等数来讲就让你出多少力 它就对应你多少力慢慢训练你的激力 那等这个振动也更是在一个运动的情况之下 让你有等数的振动可以促进你的身心的循环 我想这两个架在一起可以更加的预防你的这个激力流失 预防这个所谓失能的状态 主委社区参与课程的长辈约有33人 其中超过80岁以上的长辈就有18位 相信此次的仪式捐赠 对于社区长者都有非常大的助益 那希望主委社区的长辈们都可以来到社区里面来使用这个机器 来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 也可以让我们四大身体越来越好 未来我们就不用去国际变医 是谁也不用说烦恼四大身体 就感谢第三绣船医院还有我们南投县政府一起来支持 我们又看到绣船医院又捐赠这两个很特别的一个运动的仪器 那也是在帮助我们地方社区的长辈 那其实在于社区上可以自行使用这些器材 都有助于帮助我们地方长辈 来增进来社区的一个乐趣以及动力 议员们肯定竹山绣船医院的三心意举 也期许借由仪式的捐赠能够响应社会大众一起重视 让长者活得健康又快乐 记得邱宾君 门阶箱采访报道